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也是随着购买房屋的年龄阶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在之前可能是二战后出生的一代 对美国的房屋的购买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现在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 而年轻的家庭也越来越多 我们在今天回顾第三十三季度的内容当中 其中可能在这里我们提到的就是 在美国人年轻购买婚房 这个所谓的婚房也可能是第一次的购屋 这和其他的家庭构成所购买房屋又有怎样的不一样呢 美国人这个购买婚房可能跟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还不太一样 美国人他的这个传统的习惯 并不是像中国人讲的 说我要结婚的话就必须要去买房 当然买房也是一部分美国年轻人的考虑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美国的年轻人 他结婚的时候 他觉得大部分年轻人结婚 那个时候财力各方面都有限 那么很多的时候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这个资助 那么每个人家庭情况也不一样 而且美国很多的父母坦率说也并不是说只要孩子要结婚 父母就要出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跟中国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同 如果他们一定要考虑买房的话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通常还是选择比较低比较便宜的 离家比较近的比较小的比较实用性的 而不是考虑其他的一些部分 因为在美国坦率说这个如果你有比较好的信用的基础 如果比如说年轻人他虽然可能收入还不是很高刚刚毕业 但是如果在之前比如说学校里面的贷款他都还的比较好 信用也比较好的话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买一个不大的这个房子 也可能是一个studio 比如说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会在市中心做事 那么在那里买别墅啊什么也是不现实的 一个是财力不可能在一个费用 这个如果在市中心的很大的房子 这个对费用来说 对很多年轻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但是呢一部分的年轻人在这个考虑的时候 他说哎那我既然信用也不错 那么我刚刚毕业我买一个房子买一个小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可以第一呢积累信用的基础 因为我用同样的钱比如说去租房子 那我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钱去每个月来付我的mortgage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需要解决的恐怕就是在开始阶段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down pay 就是之前的这个预付款或者是这个投款 这个投款的部分呢 很多的美国人的家庭那就跟中国家庭不太一样了 中国的家庭可能说哎孩子这个投款 可能我们爸爸妈妈要帮助一下支援一下 那么有些美国家庭的父母他可能是这样做的 但事实上包括像美国很多很富有的家庭的父母 那么他们也不选择为这个孩子们做这样的事 因为美国的家庭很多都是一个孩子以上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有 如果都这样做坦率说对他们的负担也是比较大 所以这个年轻人买房子恐怕就是他的down pay的部分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如果down pay的部分可以解决了 那么其实每个月的这个租金 跟每个月付的这个mortgage的费用 其实也差不多 年轻人他们大学刚刚毕业 财务的负担比较重 之前的上大学的有很多的大学里面的学生贷款 那么他们也要付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在结婚呢 他们不一定是选择买房 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租房的过渡 那么逐渐的比如说走到买房 现在可能要解决车子的问题 先要付这个学生贷款的问题 但是有一天真正到了买房 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考虑自己的收入的情况 工作的情况 未来也许有小孩 那么他可能会想的稍微远一点 但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在开始买房的时候 可能生孩子的部分还要放在后面去考量 更多的还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买房的行动 我们积累一些这个信用 那么华人的社区的情况呢 多少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华人第一 父母可能愿意支持孩子 不论是富有的家庭 甚至是不是很富有的家庭 那么父母可能也愿意支持一下自己的这个孩子 这是一条 那么还有呢 这些年 尤其是像洛杉矶 像纽约 像旧金山 那么很多新移民的家庭 新移民的家庭 那么所谓的这个富二代 那么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 他可能没有之前学生贷款的这种压力 那么可能很多的时候 在上学的期间 那么父母已经在考虑给他们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的好处就是 可能它作为一种变相的投资 那么孩子这四年或者是八年 读完硕士读完博士以后 那么他同时还积攒了一个房子 就算以后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那么这个房子把它卖掉 他或者是把它留着 也是作为一个很好的 这样一个投资的方式 但是呢 这个我认为不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主体的 关于年轻人买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更多的这个可能还是发生在我们的 华人的社区 尤其是我们新移民的社区里面比较多 我们中国人说风生水起 而在三十三季度当中 我们的风水老师也和我们谈到了很多呀 不同的生肖在今年这个狗年里 有怎样不同的运程 那到底什么是风水呢 您是否还记得呢 很开心又和大家在节目里面见面了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什么是风水 风水这个词主对于大家来讲都不会很陌生 对吧 其实我们在正常的自然界的理解 风水就是一种科学 也是叫做自然学 自然的环境里面呢也带着一些风光热温度气流等等的一些自然科学里面 那风水呢我们众所周知呢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运程 还有就是做生意的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的朋友呢 也非常的讲求环境 当你身处的环境呢非常舒服的时候呢 人自然心情也会好 那这样子的话 心情好 自然想事情呢 思维呢也相当的灵活 所以呢 好的环境呢就是好的风水 那么风水呢 在古代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很多朋友会觉得它特别的神秘或者很玄 那怎么样去理解风水究竟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环境当中 怎么体现出它的优势和劣势呢 我们会一一的以下讲解 那我们首先讲一下风吧 风呢其实就是气流 当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居住 或者在一个办公场所上班的时候呢 会觉得坐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气场 包括它的气流和风 非常的缓慢和舒服 那么人呢在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磁场和气流的环境底下 心情也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平和 处事的态度呢也会比较平和 那么处事平和 头脑清晰 当然也会令你的判断力更精准 那么在家居当中呢 很讲究就是睡眠的质量 我们众所周知在一些房子呢 如果它所处的环境 就是在屋外的环境周边 有很多有尖角的建筑物 或者是有一些道路 它是成一个反弯形的 对着您家里的住的房子的那个外围 那这样子呢 那个外面的路况带动的气流呢 就会影响到您家里面的气场 自然人在家里面居住的睡眠质量就会下降 那我们知道了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意味着 他有多大的能量和能力去面对所有应对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和困难 接下来再说一下水 水呢就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 就是水流和大海江湖都叫水 风水有一句老话 高一村为山低一村为水 所以说看到外围的固态的建筑物 我们定为山 那么如果在屋外看到马路或者是道路 或者是室内的走廊通道定为水 那么水流是否通畅呢 也代表着整个房子整个办公楼里面的过道和走道是否畅通 它的功能区的分布是否合理 那么这些也是在风水学里面所涵盖到的 有室内设计等等的一些科学文化在里面 讲到这个话题呢 其实一直是讲不完的 那么我们说现在的科学有一句话叫做以人为本 什么样的风水什么样的环境呢 都是为了我们人而服务 那么我们也不要说为了去建造一个什么环境 去做它的努力 一定要去设计这个房子 包括所有的摆设功能区的一个分布 一定是便于我们平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使用 应用性和使用性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呢 方正的房子呢 我们说是一个辣气的房子 如果是窄长的房子呢 我们说是不辣气的房子 人的生命需要一口生气 需要活力 所以我们居住的房子呢 最好就是方正有格局 忌讳的就是狭窄的房子 或者是三角形 菱形 或者是多边形的房子呢 不规则形态的房子呢 都不利于我们居住 那么风水学呢 也是一种建筑学的基础 在建造整个建筑物的情况下 会看到整个外墙跟内部的一个装饰要协调 比方说在家里面呢 用玻璃这个原材料比较多的朋友呢 可能在夏天和春天出生比较适合 如果是冬天和秋天出生朋友呢 可能用木的材质的一些材料去建造房子和室内的装修会比较适合 因为众所周知 玻璃它是比较冷性的一种材质 它的温度是偏低的 那么木材呢 它是比较温性的材质 温度也是偏高 所以在周易和风水的理念当中 阳为温暖 冷呢就为阴 所以呢 出生于春天和夏天的朋友呢 可能命格里面稍微会火旺一些 所以适合用金属跟玻璃材质的一些装饰品 那么相反来讲呢 如果是秋天和冬天出生的朋友呢 可能就用木的材质会比较适合 那风水呢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期我们再见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在川普总统执政之后 在税务和移民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三日三季度当中啊 我们在税务也探讨了很多 因为正值是报税季节 那么关于遗产税的改变 也是一个大家相当关注的话题 我最重要就是很多人他们会想说 在美国为什么要有一个信托 在国外的话他们有遗嘱 那美国也有遗嘱 那为什么还要写一个信托呢 我觉得很多次的话 华人会有一点矛盾的原因是因为 在遗嘱在美国 其实不是像在中国的遗嘱一样 美国的遗嘱如果是一个单独的遗嘱的话 还是要进到法庭 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信托 如果你可以把定义把它改变的话 你就知道美国的信托跟中国的遗嘱 的用处跟出发点是一模一样 那美国的信托是做什么呢 美国的信托是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不会进到法庭 如果你有遗产 不想让全世界知道 如果你过世的话 那信托是对你很好 第二 你可以过世了以后 你可以控制你的资产 很多次的话 你有你自己的资产 可是你最后过世了以后 你不知道资产会到哪里 很多的华人他们写了信托 他们其实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要讲信托不会做什么的 第一 信托不会避免官司 所以很多银行会跟你讲说 你要赶快写一个信托 如果你写一个信托的话 人家告你就拿不到这个资产 这是错的 信托有分成两种的 第一种是可以更改的条件 第二种是不能更改的 所以99%的信托都是可以更改的 更改的信托的话是透明的 如果你今天你把资产放到里面 然后你还没过世 理论上的话 如果你被告 人家还是可以把这个信托的资产拿出来 然后放在你的债务里面 第二很多人会想说 那如果我写一个信托的话 那这样子政府不会拿我的资产 我要让你知道 政府不想拿你的资产 所以很多人的话 他们被骗了 他们说 是因为如果我没有信托 政府一定会把我资产拿走 这也是错的 今天如果你过世 你的资产会递在法庭里面 法官他的判决就是受益人如果有谁 他就会马上把这个资产给他们 那当然有时候受益人的话 他们觉得不公平 可能觉得你有三个小孩子 然后留了一个老婆 法官一般的话会判 百分之五十给老婆 百分之五十给这个三个平均的 这个三个小孩子 有时候小孩子觉得不公平 所以会有官司 所以为什么要写这个信托呢 就是你过世了以后你可以控制所谓你的资产 关于你的信托 好 那我们2018年有一个新的总统 很多人会问 听说好像有一个新的免税 免税的金额 确实是 每一个人有五百六十万 那为什么要写一个信托呢 因为这个五百六十万会变到一千一百多万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信托 他会把你的遗产税移到 Second to die Second to die的意思就是第二个人过世 如果你没有信托的话 第一个人过世 你马上就要开始赴税 那赴税是多少呢 如果你的资产有超过五千六百万 你马上就要扣税了 那人家会问说 那我的资产没有超过五千六百万 我需要写这个信托吗 很多律师还是觉得说 还是要写 原因是一般人他的资产 他的分配方式他自己心里知道 那如果是让法庭去控制的话 还是让受益人自己来分配这个资产的话 都会有纠纷 所以因为这样子写一个信托 理论上然后包括很多律师 是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可以安排你的未来 我们的川普总统执政之后 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税务上移民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那么在三十三季度当中啊 我们的专家从移民的角度也来给我们探讨了 在川普新政之下 现在和未来我们的移民之路到底会怎样 其实呢 在川普上任之后呢 对于移民的变化 以及他将要引起的变化呢 可以说是历年里面最严重的一年 因为由于川普他的行政纲领 主要是以美国人为主 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 所以呢 务必会对外国人的工作签证呢 来审查的来严格 因为呢 为了要对这个本土的人 本土的绿卡以及公民 他们留有工作机会 以及不让外国人的工作机会去影响他们 所以呢 对于像H1B L1这种签证呢 在我们做案子的过程中呢 也会越来越严格 它体现在补件增多 比如说以前一个补件的 现在两次补件也很正常 第二呢体现他的deny的这个几率呢 也会增多 很容易为了一个 其实可以用补件的方式来拯救的 案子的这个方法 他就直接deny了 所以呢 他可以说是说 从这个移民局的 对于案子的不留情的角度来说呢 对于外国人的工作签证呢 他是deny跟补件 或者是说速度这些方面呢 都非常的严格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职业移民 因为呢 也是为了要保障本土人的这个饭碗 所以呢 对很多职业移民 像这个EB1A 这个特殊人才也好 或者是说EB2 EB3 要排期的劳工证也好 他们无论从审理的这个速度 审理的这个补件的次数 或者是说 等待的这个时间来说呢 他们都越来越延长这个时间 以这个EB2跟EB3为例呢 去年也出了很多新的政策 比如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 新的EB2 EB3呢 他们485再交上去的时候呢 需要面试 需要无论是说你的案子 之前是H1B maintain 还是说其他身份的 他们都需要先经过面谈的这个程序之后 才会给你发放绿卡 那这个无形中也增加了这个申请人 他们在等待绿卡的这个时间 以及他的案件的这个被deny的这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境外面谈的朋友呢 比如说以我们刚才所说的 H1跟L1为例呢 工作签证 他们现在拿到了新的H1B批建之后呢 在境外的领馆去签证 基本上都受到了这个行政背景调查 即使是H1的延期 或者是说L1的延期 他们已经在美国这边工作了 两到三年以上了 他们在回国再回来签证 重新签证的时候呢 也会收到很严格的这个行政背景调查 行政背景调查呢 通常持续两周到两个月不等 他们呢都会从您开始第一次交案子的时候 到现在几年的这个经历呢 都会审查的这个清清楚楚 以至于确保每一个案子呢 没有这个违规 或者是说欺骗移民局的现象发生 那这些呢就体现在 目前这些政策都是体现在受这个新的川普总统影响的 这么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说 所产生的一些对目前这个工作签证 或者是说职业移民的这个工作绿卡 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那除了这些工作签证之外呢 投资移民其实 也会在陆续是更改 但是呢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着50万或是100万的这个投资额 但相信在6月份的时候呢 会出来新的政策 也就投资额有可能会上涨 那另外一个 有可能改变 也是受川普总统影响的 一个最新的这个政策 也就亲属移民 因为呢按照新的这个亲属移民的提案呢 有可能会取消这个亲属移民里面的 这个三类优先 四类优先 也就是说公民申请已婚的子女 或是公民申请兄弟姐妹 或是公民申请配偶 只是仅仅保留公民申请 这个配偶 或是这个绿卡申请配偶 其他的一些旁系亲属 比如说公民申请已婚的子女 公民申请兄弟姐妹 或是公民申请父母的这些呢 有可能会受到了这个提案的影响 而将来如果这个提案被 这个参众两院通过投票生效之后呢 这些所有的类别呢 都那都会被取消 那其实呢 这个也就是体现了我们新的总统 他们是取消了这个家庭这个连锁的 这个亲属移民链条式的这个移民路径 而进一步的是采取这个择优录取的这么的一个移民的这个意象 也就是说体现了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的一个改革移民的一个意图跟他的决心 那所以呢 这些都是在这个移民路纸上面 由于我们新任的总统 他在改革的方向以及未来道路上所受到的一些困难 跟他现在目前所面临的这个景地 进入了六月 也就是来到了初夏的时节 在这个季节里 鲜花正放 绿意昂然 我们在未来34季度节目当中啊 也是希望可以用更多夏季的花财来点缀生活 同时我们可能还会和大家关注更多 关于枪制安全和等等的居家生活话题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让我们下周在一起共同去期待34季度的不同的精彩内容吧 大家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